第五四一章 影仇上身 原本要进行下一次交易的大厅 顿时寂静了下来 区区一个虚仙中期 还是一个跑腿的服务生 竟然敢提出这种非分的要求 就算是影音和童书都愣住了 他们也想不到 叶末在这个时候敢说这种话 顿时脸上就露出了焦急的表情 好歹 区区一个下等虚仙 竟然敢在交易大厅提这种要求 如果这种垃圾修饰 立仙号仙船也不敢下去的话 也太让我们失望了 那名刚刚和黑衣女修交换十二雷珠的金山修士 忽然怒声呵斥道 原本也不解 叶末怎么敢提出这种要求的黑衣女修 听到金山修士的话 倒是有些奇怪了 按理说 这些呵斥的话 是他说出来才对啊 为什么那金山修士 要先说出来 仙船上的一名负责管事 听到听到那金山修士的话 脸上立即献出力气 他冷冷地看了叶末一眼站了起来 明显地就要对叶末动手了 可以 你看看吧 那黑衣女修 竟然同意了叶末的要求 同时还将手中的魅煞火 交到了叶末的手中 只能怪那名金山修士 做贼心虚 当场叫了出来 让黑衣女修有了怀疑 否则的话 黑衣女修是不可能将火焰 递给叶末看的 虽然她的修为比叶末要高出很多 可是她自己 知道自己的事情 对奇异火种是一窍不通 这黑衣女修将火种递给叶末后 看见仙船上的管事 要对叶末动手 立即说道 是我传音给莫影 让她帮我看看的 不关她的事情 这黑衣女修感受到叶末 对她并没有恶意 加上叶末也是她叫过来的 索性帮了叶末这一把 她知道 如叶末刚才那样冲动的举动 实在是太危险了 如果自己不站出来 那等待她的 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情 当然 这些想法是后来才有的 是那金山修士激烈的反应 让她有了怀疑 叶末心里暗暗心惊 她知道自己鲁莽了 只是那十二颗雷海神珠 实在是太吸引她了 如果她错过这次机会的话 叶末可能永远都找不到 这十二雷珠 好在这个黑衣女修帮了她一把 让她心里是非常的感激 看见侍主都说 让叶末帮忙看的 那先传的管事 看了叶末一眼 再次退了回去 叶末拿着手中绿色的魅煞火 神石扫了进去 叶末见识过的奇异火种太多了 而且 她手上各种火种的资料 也多如牛毛 她的神石一扫到这个绿色的火种 立即就知道 她猜测的没错 手中这个火种是假的 这根本就不是奇异火种 而是一种丹火 丹火也是一种外界火焰 可是却不能成长 而且只能炼丹 这种丹火叫雨时火 火焰的特性和魅煞火极为相似 但是颜色却只是绿色 而且终生是绿色 无法晋级 火焰的温度 也远远不能和绿色的魅煞火相比 这不是魅煞火 叶末看完火焰后 将火焰交到那黑衣女修手里说道 你胡说 那金山修士呼地站起来 指着叶末喝道 喝完后 他又看着仙传的管事说道 我是仙传的客人 为什么连一个下人 也敢对我的东西胡说八道 难道现在立仙号仙传的规矩改了吗 你确定 那黑衣女修眼里顿时露出了力芒 盯着叶末问道 都已经得罪了 那金山修士了 叶末哪里还会惧怕 他毫不犹豫地说道 我确定 这不是魅煞火 这是一种丹火 而且还是一种不能升级的丹火 叫雨时火 见那金山修士还要发怒 黑衣女修冷哼一声站起来说道 我也是立仙号仙传上等舱的客人 你凭什么拿假货和我交换 现在揭露了你的假货了 你还如此嚣张 将我的十二雷珠拿来 这个破火焰拿走 这黑衣女修虽然对火焰一窍不通 可是她也见识过自己的师兄师妹们的火焰 现在听叶末一说 她立即就感觉到了 这火焰好像真的有些问题了 那金山修士还要说话 就听见一名悬仙修士说道 是真是假 我看看就知道了 那黑衣女修听到悬仙修士的话 立即将手中的火焰 频频送了过去说道 前辈请看 那悬仙修士点点头接过火焰 神石扫了进去 只是片刻时间 她就将火焰送还给黑衣女修说道 这确实不是妹煞火 这位小兄弟见识不错 这应该就是单火中的雨石火 听了这悬仙的话后 这黑衣女修 更是冷冷地看着金山南修说道 现在已经确定你做假 拿假货来换我的十二雷珠 你还有什么话说 将我的东西还给我 你的这破火焰拿滚 那金山金仙修士冷冷一笑 并没有因为被揭露了 而有任何的尴尬 只是平淡地说道 这里你是第一天来吗 先传交易的规矩 你不知道 只要双方同意了 就不得反悔 先传的大管事 在交易之前还提醒过你 现在就忘忘 想要我交出十二雷珠 莫非你想破坏先传的规矩不成 听到这种无耻的话 大厅里面所有的人都默默无语 无耻的人大家都见过 可是这种无耻的人 还真的很少见到 在没有被揭露之前 他那个凶样 就好像所有的人都欠他的一般 一旦被揭露后 他不但没有半分惭愧 反而得意洋洋地拿出了先传的规矩 卑鄙小人 那黑衣女修炎里冒出愤怒的火焰 可是却拿金山修士毫无办法 那金仙修为的金山修士 再次冷笑道 卑鄙 只能怪你自己没有见识吧 既然敢来先传上交换东西 就别输不起 没有这点魄力 就别来装 这话说的 就是那名刚刚鉴定火焰的玄仙 也看不过去了 他扫了一眼 似乎还怒气冲冲的金山修士 冷声说道 你确实是卑鄙无耻 以后有你这种人参加的交易会 我是不会参加的 我也不会 立即就有数名修士附和 但是大多数的修士 都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 他们心里当然是不会和这金山修士交易 可是却不会说出来 这说出来 就等于得罪了这金山修士 谁知道这金山修士 是什么来头 能坐上等舱的金仙 也不是一般的金仙 也有一些底蕴和后台的了 否则连仙船的船票也买不起 金山修士见玄仙修士 已经在鄙视他了 这才哼了一声 没有继续说话 而那黑衣女修 只能自吞苦果 用十二雷珠 换了一个垃圾的雨时火 那金山修士坐下后 还冷冷地扫了夜幕一眼 眼里的杀鸡 赤裸裸地丝毫没有收敛 黑衣女修和周围的修士 都看见了这金山修士 眼里的杀鸡 知道夜幕下船后 就完蛋了 不过没有任何人会 因为这金山修士 要杀夜幕 而帮夜幕出头的 这金山修士 如此雅子必报 更是不会有人愿意出头 就是那黑衣女修 也知道她无能为力 她拿出一枚玉牌 递给夜幕说道 这个给你 说不定以后你还用得上 对不起 今天的事情 是我连累你了 谢谢 这没什么 夜幕接过玉牌 知道现在说 什么都没有用 她想的不是那个 金山修士的报复 她想的是那十二雷海神珠 至于黑衣女修 没有站出来保住她 夜幕并没有怪她 之前她能帮她说一句话 没有让先传的管事动手 夜幕已经 很感激这个女修了 她也知道 这个女修士 没有能力帮她的 如果她真有能力的话 就不会任凭 那个金山修士 夺取了她的十二雷珠 而只能打落 牙齿吞肚里了 因为这件事的影响 后面的交易个人 都谨慎了许多 拿出来交易的东西 等级也比之前 要低了不少 交易结束后 夜幕和影音三人返回边角舱 先传的管事 倒是没有赶走夜幕 不过那眼神 对夜幕却极度地不善 而那金山修士 看向夜幕的眼光中 杀鸡更是赤裸裸 就是任何一个人 都能看得出来 一旦夜幕下船 这金山修士 必定要追上去杀了她 夜单师 今天你太冒险了 能在上等舱的人 都是有些实力的 你今天得罪了那个金山 一回到边角舱里面 影音就担心地说道 她是真的担心夜幕 金山修士的杀鸡 她都能感受到 别说夜幕了 夜幕虽然没有 让她失去十二雷珠 却让她的名声臭了 这种仇她岂能放过 夜幕微微一笑说道 或者这也不是坏事 等到了弯角先阵后 你们先走 我怀疑 那个金山修士 不会放过我的 她肯定会追下仙船来杀我 那 影音也是忧心忡忡 就算是夜幕不说 她也能猜到 那个金山修士 不会放过夜幕 可是她却有无能为力 这种感觉 实在是太不好受了 见影音确实是担心 夜幕再次说道 影兄 如果你放心我的话 你就先回黑卢森林 我最多几月时间 就会来到黑卢森林 那五百仙金 我肯定会还给你的 夜单师 我影音虽然对仙金看得很重 却也没有在意那五百仙金 我担心的是夜兄的安危 影音立即就摇头说道 夜幕摆摆手 她之前还在担心 怎么弄到十二颗雷海神珠 却没有想到 那金山修士如此计仇 既然要杀她 那就必定会跟下来 夜幕虽然只有虚仙忠气的修为 却不认为自己 就会怕了她 第一五四二章 战惊仙 就在这个时候 影音再次拿出了通讯珠看了一下 随即她就苦笑着对夜幕说道 以后我不允许再坐边缴舱了 只要夜单师可以去黑卢森林 以后我们就不用坐边缴舱了 童书立即就说道 夜幕点点头说道 我肯定会去黑卢森林的 你们不用担心 到站你们下了仙传后 不要管我 直接先去黑卢森林 如果那个金山修士 追到了弯角仙镇 我肯定会将她丢掉的 也只能这样了 我住在黑卢森林外围的黑卢镇 影音叹了口气说道 她很想帮夜幕 可是她除了勉强 让夜幕不被赶下仙传 别的什么都帮不上 我也在黑卢镇 不过我住的地方 是仙灵器最匮乏的镇后 童书立即说道 影音点头说道 难怪我从未见过你了 以后你搬到我们那边去好了 我在镇子西边 那里的仙灵器 要浓厚很多 谢谢影音大哥 童书连忙感谢道 他没想到 他们两个根本不认识的人 因为夜幕这个仙丹是相识了 我先出去一趟 打听一下情况 然后再回来 几人说了几句话后 影音站起来说道 半月时间再次一会儿过 夜幕三人除了影音出去了一趟 夜幕和童书都没有出去 也没有人来他们所在的边角厂找他们 随着边角舱 响起了弯角仙镇一道的声音 夜幕三人立即出了边角舱 准备下船 出来后 夜幕才看见 边角舱的修饰还很多 大部分都是在弯角仙镇下船 可能这些修饰都是前往黑卢森林的 夜幕让影音和童书两人先走 她跟在了其余修饰的中间 走出仙船 她根本就不需要用神石锁 就看见那金山修饰冷冷地盯着她 跟随着下了飞船 远远站在船头没有下来的黑衣女修 看见夜幕离开 而那金山修饰追了上去 叹了口气 转身进入了自己的房间 她刚刚晋级金仙中期 而那个金山修饰的气息 明显比她要高 绝对是金仙中期好久了 更何况她的身手她自己知道 就算是追上去 也帮不到夜幕的忙 反而会搭上自己的一条小命 仙船在弯角仙镇站 并没有停留多久的时间 只是放下了部分乘客 然后在带走了部分乘客后 立即就消失在了弯角仙镇上空 夜幕直接祭出清月 迅速地离开了弯角仙镇 她刚一出去 就知道那金山修饰在后面跟着她 她却并不理睬 速度反而越来越快 那金山修饰也有一件下品飞行仙器 速度比夜幕的清月要快得多 如果不是为了等夜幕早点离开弯角仙镇周围 她早就追上夜幕了 两株香后 夜幕在一处山脚停了下来 她一停下来 就丢出数十枚镇旗 这些镇旗一丢出去 就被隐匿在了空中 和金仙中期的修饰战斗 夜幕可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不但镇旗被丢出来了 就是无影也被夜幕偷偷地放了出来 隐匿在一枚镇旗的中间 在布置镇法的同时 夜幕又寄出了自己的洞府法宝 一个漂亮的小别墅出现在荒地之中 那金山修饰 看见夜幕丢出一个别墅洞府 反而停了下来 她有些疑惑 夜幕为什么要在这里布置洞府 感受到那金山修饰停下 夜幕更是抓紧时间布置镇法 她丢出别墅法宝 就是为了让那个金山修饰 暂时不要上来 让她有充足的时间布置镇法 半株香不到 夜幕的困杀阵还没有布置好 那金山修饰就没有再等了 她的顿光已经出现在了夜幕的面前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夜幕犹如见了鬼一般地 盯着眼前的金山修饰 眼里尽是惊慌 同时收起了自己的别墅法宝 那金山修饰黑黑一笑说道 你说我怎么在这里 老子当然是来杀你的 难不成还是来看望你的 她听了夜幕的话后 竟然松了口气 之前夜幕一直往正外偏僻的地方跑 她还以为夜幕发现她了 之所以往这边走 是要找帮手的 所以她一直戒备着 一直到夜幕停了下来 还拿出一个洞府法宝 她等了一会后 也没有发现别的修饰 这才明白自己太多心了 小子有点见识 就要多管闲事 早死早投胎吧 错了 你没有投胎的机会了 这金山修饰说完 直接抬手向夜幕抓来 我的见识不怎么样 我是因为有一朵魅煞火 这才知道 你的那个火焰是假的 夜幕说完 立即取出一朵橙色的火焰来 竟然真的是魅煞火 那金山修饰今生地说出声来 随即眼里就露出了狂喜 她更是毫不犹豫地 抓向了夜幕手中的魅煞火 根本就没有将夜幕看在眼里 夜幕心里冷笑 等的就是你看不起 她拒结了几乎全部的仙缘 在金山修饰触刀魅煞火的同时 一刀瞬间批出 幻云划山刀 自从她的真缘转化为仙缘之后 夜幕还从未如此 全力施展过划山刀 但那有些发红的紫芒 带着惨烈无比的气势 直接劈了出去 毫无转环的余地 炙热的刀芒 和着夜幕一往无前的杀气 将周围的岁叶和枯草 都分享了两边 金山修饰第一时间 就感受到了夜幕的杀气 她想不到区区一个 虚仙中期的修饰 还敢对她动手 立即凝笑一声说道 想死得快点吗 说完更 直接抬手抓向了夜幕的子序 一个虚仙中期 和她相差了数个等级 还相差了一个大的等级 她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 虽然也有人说一些 金仙修饰 输给了虚仙修饰 那根本就是凤毛麟角的事情 而且 就算是有这种事情 那金仙也是刚刚晋级的 而虚仙 也是即将要升级的大圆满虚仙 夜幕这样一个虚仙中期 她岂能在意 但是下一刻 一种极度的危急传来 她好像感觉到 对方的紫色刀器 还带着一丝刀玉 这淡淡的刀玉 让她的手势变得缓慢了一些 金山修饰皱了一下眉头 放弃了用手抓夜幕子序的想法 就要祭出自己的法宝 可让她震撼无比的是 她的身形和手势 竟然比她想象的动作 要慢一拍 竟然真的是刀玉 那金山修饰 根本就不敢相信 区区一个虚仙中期的修饰 会在仙界形成刀玉的雏形 此刻她也知道 在躲避已经来不及了 她毫不犹豫地鼓动自己的仙缘 再次用手要抓住夜幕的子序 夜幕冷笑一声 就算你是玄仙 被老子劈了一刀 也要丢掉爪子 区区一个惊仙中期 也敢用手抓她的子序 扑 血光闪动间 半截手臂被夜幕的子序劈成碎片 那金山修饰 虽然挡住了夜幕的子序 没有让子序继续劈开她的身体 却丢去了半截手臂 金山修饰倒退出数十米远 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断臂 忽然怒声喝道 老子今天不将你熬有点魂灯 老子就是畜生养的 说完她的手中 已经祭出了一面九药星轮 尽管她愤怒无比 却也清楚 能一刀劈去她半截手臂的修饰 绝对不是普通的虚仙修饰 只要将这虚仙杀了 将她的元神禁锢起来 岂能怕她逃走 叶末遇了口气 再次扔出树梅震气后 同时祭出了八级大顶 刚才她拿出魅煞火 目的就是为了偷袭 她相信 一个金仙中期的修饰 不可能将她看在眼里 只要她拿出魅煞火 这个家伙肯定会将目光盯向魅煞火 这样的话 她就可以偷袭了 事实上她想的没错 而且对方的反应 和她想的也是一样 只是可惜的是 就算是这样 也只是留下了对方的半条手臂 看起来她好像偷袭成功了 事实上叶末知道 砍了对方的半条手臂 这金山修饰的战斗力 实际上并没有下降多少 充其量也只是下降了一成而已 九耀星轮祭出后 立即就形成了一片惨白的光芒 将叶末完全笼罩起来 恐怖的温度 在九耀星轮下肆虐起来 让叶末想起了她的天火九阳 她想不到 有一天 有人用和天火九阳作用 类似的法宝对付她 九耀星轮照住了叶末周围 数十丈的范围 而且叶末立即就感觉到了 一种晕眩和迟缓 这九耀星轮的惨白光芒 不但可以释放出恐怖的温度 而且还有和她刀鱼一样的束缚作用 除此之外 还有让神魂受损的功效 毫发宝 叶末心里暗暗惊叹 她并没有想着 要从九耀星轮下逃走 她知道 既然对方能将她罩住 那就有办法阻挡她逃走 如果是一般的修饰 在这种恐怖的炙热温度下 早就融化成为血水了 叶末神经炼体修为 这惨烈的白光虽然厉害 却也不能让她融化 更何况 她头顶的八级大顶 也挡住了大部分的白芒攻击 咦 那金山修士见叶末并没有昏迷倒下 心里倒是一惊 一边不停地催动九耀星轮 一边也关注到了叶末的八级大顶 在她看来 叶末之所以能坚持到现在 和叶末自己的修为无关 完全是八级大顶的功劳 第1543章 艰苦一战 就算是知道叶末的那个八级大顶厉害 这金山修士却并不着急 此刻叶末在九耀星轮的白光下 看起来昏昏沉沉 似乎完全不知道 应该如何是好了 只要叶末倒下去 她会第一时间将叶末禁锢住 叶末几次都想要通知无影偷袭 然后她立即反攻 可是几次她都忍住了 她感觉 时机还没有到最好的那一刻 金山修士全力催动九耀星轮 叶末立即就感受到了更为可怕的炙热 一到数十丈宽的巨大惨白色星轮 已经向她碾压了过来 那金山修士已经全力出手了 叶末心里暗叹 面对这个金仙修士 如果不是她之前偷袭成功了 刚才对方的一轮攻击下 她甚至都没有反击的机会 就算是勉强让无影攻击对方 也只是让对方多一丝警惕而已 根本就不能将她怎么样 这也是她 换成别的修士 早就被九耀星轮惨白之热光线融化了 好在她是炼体修士 而且还是神静的炼体修士 星轮碾压过来后 叶末立即就感觉到 周围被束缚住了 她知道 这种束缚和她的刀玉不同 也不是眼前这个金山修士的玉 而是九耀星轮的束缚 金山修士看见叶末完全被她压制了下去 甚至连还手的力量都没有 心里冷笑 九耀星轮碾压过去 就算对方是金仙修士 也极难逃脱 更不要说区区一个虚神修士了 所以她根本就不担心叶末会逃出来 她现在要做的 就是等待叶末逃逸出来的元神 一旦叶末的元神逃出来了 她马上就将叶末的元神禁锢住 再慢慢折磨 如果没有金叶世界 叶末现在完全可以通过神石刀 切开周围的空间束缚 叶末很清楚 法宝空间束缚何欲不同 神石刀完全可以破去 她已经不是第一次遇见这种事情了 但是 叶末铁了星药杀掉 眼前这个金仙修士 既然有金叶世界 她何必不用 九耀星轮虽然厉害 却还无法将她束缚 述连进入金叶世界都不能 轰轰 恐怖的碾压声音 在周围的空间响起 叶末被九耀星轮的白光 碾压的没有一丝痕迹 正当这金山修士 想要搜寻到叶末元神的时候 她忽然感觉到浑身一冷 在这瞬间她的经脉就被偷袭了 她立即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几乎是在被吴影偷袭的瞬间 就鼓动了仙元 要将吴影逼出去 同时一团仙元火焰 向吴影包围过去 这种反应比之前吴影偷袭过的 所有修士都快 吴影根本就没有机会继续偷袭 只能步步后退 叶末岂能让这金山修士 全力对付吴影 为了这个机会 她忍住了数次动手的冲动 被压着打的玉们都忍了 现在要是浪费了这个机会 之前就白忍了 她从今夜世界出来的 下一刻子序就全力祭出了 同时玉也伸展了开来 哪怕不能束缚住对方 让对方有一点点的延缓 也是好的 不好 这金山修士立即就知道 眼前这个虚仙 通过什么办法逃脱了 竟然是小世界 甚至比小世界更为稳固的世界 她久要星轮的厉害 她当然知道 如果小世界不稳固 就算是躲进了小世界 也会被碾压得粉碎 而且她也明白了 刚才袭击她经脉的 也是眼前这个虚仙修士感的 小世界很珍贵 可惜的是她现在 没有时间去想别的 这个紫色 刀忙她领教过厉害 根本就不敢再用手劲 哪怕是九药星轮去世未尽 也被她强行的瞬间收了回来 挡在了自己的身前 咔 子序批中了仓促收回来 防御的九药星轮 发出一声刺耳的磨牙声响 叶末是全力出手 准备了多时 而这金山修士 被无影偷袭 九药星轮也是勉强强行收回来 这高下立即就分开了 叶末的仙缘 比一个普通的金仙修士 一点都不逊色 更何况叶末的神识 比金仙初期的修士 还要逆天 这一下硬碰硬 那金山修士 立即就吃了一个大亏 金山修士狂喷出一口鲜血 九药星轮被她强行收回 又被叶末全力劈中 她再次喷出数口鲜血 总算是稳住了身形 不等她重新祭出九药星轮 无边无际的紫色刀芒 已经笼罩了过来 叶末到现在才真正地使用刀术 之前的两刀 她用的完全是刀法 根本就没有用刀术 现在重创了这个金山修士后 源源不断的紫色刀芒 就被紫序激发了开来 换云分裂刀 换云震杀刀 叶末清楚 对付这种修为 比她高得多的修士 不采用战术 她很难全胜 就算是赢了 恐怕也会被这人逃走 而让对手逃走 是叶末最不愿意的 她既然准备动手了 就没有打算让对手逃掉 否则她根本就不会动手 还不如选择一个地方 自己先逃了 无穷无尽的刀芒将她包围住 这金山修士气的暴跳如雷 一边退后的同时 九药星轮再次激发了开来 挡住了密密麻麻的刀芒 轰轰 又是数声乍响 三四道粗壮无比的黑色雷弧 从这金山修士头顶落了下来 那金山修士一个没注意 被第一道粗壮的雷弧剑 打得焦头烂额 头发都全部烧成了焦糊一片 叶末的子序又一次批出 而雷弧剑和紫色刀芒 根本就没有停止过 从开始被这金山修士压制 到现在 她才开始反击 看着这金山修士 被自己打得 暂时没有办法还手 叶末心里总算是输了口气 她知道 凭借自己的紫色刀芒和雷弧剑 想要杀了这个金仙中期的家伙 还差了一把火 不过叶末并不着急 她甚至没有命令无影攻击 此时 她已经掌控了战局 她相信 这个金山修士 再也无力挑出她的布置 鼠辈 老子要生吞了你 金山修士 被叶末区区一个虚仙压着打 早就气得要吐血了 虽然如此 她并不担心自己会输 只要她躲过这一轮攻击 缓过神来 眼前这个虚仙修士一样跑不掉 对方那个偷袭经脉的东西 确实厉害 可是对付她还差了点 金山修士想到这里 忽然觉得不对 她退走的线路 好像不是她想要走的 而是她对方攻击的薄弱地方 就好像她被对方赶到这条退路来的一般 这金山修士常年在外 杀人越货的事情 不知道干了多少 就算是死在她手中的金仙 也有无数了 战斗的经验 绝对是老到无比 开始被叶末偷袭 那时她没有想到 叶末区区一个虚仙会如此凶猛 后来她稳定下来后 就一直没有吃过大亏 哪怕是现在被叶末的刀芒和雷狐压制 看起来她好像很狼狈 其实并没有性命之忧 叶末的狡诈她已经领教过了 她不相信叶末会这么好 或者是正好在自己退走的方位 刀芒和雷狐少一些 有些不对劲 想到这里 这金山修士就要拼着受伤 也要强行反攻 可就在这个时候 又是一刀淡淡的 几乎看不见的刀芒劈了过来 那刀芒还没有到 就带着一种消杀伶俐的杀意 金山修士当然认识这一刀 刚才她半条手臂 就是被这一刀劈去 然后化成了血污 哪怕她心里愤怒无比 却不得不祭出九药星轮 再次挡在身前 咔咔 一声惊天的巨响 金山修士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倒退数十米远 这次叶末同样没有讨好 和上次不同的是 这次金山修士有了准备 强大的仙缘 从子序上面反噬回来 叶末也是鼠口鲜血喷出 就向后倒飞出去 叶末强行燃烧了自己的精血 止住了倒飞的趋势 同时树枚镇齐被她撒出 她之所以 花费了巨大的代价停止倒飞 就是为了要将这金山修士风 在自己临时的镇法当中 眼前这个金山修士 显然也是一个经验极度丰富的家伙 叶末强行倒飞回来 同时吐血也要布置镇齐 她就知道不好了 她想不到 叶末还是一个先镇师 此刻她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之前叶末在这里磨蹭了半天时间 原来是为了布置镇齐 而且还是布置的逆空镇齐 她都看不出来 明白自己被困在了镇中 这金山修士反而冷静了下来 但是手底下却没有半分的迟疑 九耀星轮被激发到攻击的最大状态 对叶末的困沙阵砸去 困沙阵虽然没有完全布置好 对叶末来说已经够了 她祭出主镇齐后 同时进入镇中 对这金山修士发动了最后的攻击 叶末进入镇法对她攻击 这金山修士再也没有办法继续攻击困沙阵 只能祭出九耀星轮和叶末拼斗 现在两人都对对方有了提防 而且也都是全力出手 一时间叶末的镇法当中 紫气弥漫 白光纵横 一道道的星轮沙芒将叶末包裹起来 如果是在外面的话 叶末早就受重伤了 可惜的是 现在两人都是在叶末的困沙阵当中 就算是叶末挡不住的星轮沙芒 也会被困沙阵挡住 而随着叶末不断地丢下阵旗 困沙阵当中的杀气剑芒也越来越多 尽管这些杀气剑芒不能让这金山修士致命 却让叶末越来越占上风 可以肯定 只要再坚持下去 这名摧杯的金仙将在正面对战中 被虚仙中期修为的叶末斩杀 第1544章 无横才不发 住手 我有话 要和你说 对你肯定有好处 我找到了一个仙王的遗迹 愿意交给你 被叶末压着打的金山修士 已经是浑身鲜血 身上看不出来一片好的地方了 他心里同样清楚 如果再打下去 他必定要被眼前这个虚仙修士 斩杀无遗 想到他堂堂一个金仙 而且还是在同级修为当中纵横的金仙 竟然被区区一个蝼蚁虚仙中期压着打 而且现在还要出声求饶 他心里就郁闷憋屈地要吐血 他很想一道仙元大手 将叶末给捏死 可惜的是他知道 自己办不到 叫叶末助手 也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 正当他要说出好处的时候 他发现对方的攻势 还真的缓了下来 这金仙修士 心里顿时松了口气 还好 这虚仙修士太过年轻 没见过世面 还以为真的有先王的遗迹 正当他也缓和了九要星轮 想要祭出一张福禄的时候 就再次感受到 经脉一致 不好 这金仙修士立即就明白 对方并没有真的住手 这次不等他完全逼出无影 叶末的子叙 又一次全力劈了出去 这一刻 叶末几乎将所有的仙元都集中起来 子叙裂空劈下 换云玉杀刀 这金仙修士 逼出无影的同时 子叙的刀器 已经从他的眉心劈下 金仙修士眼里 闪过一丝绝望 他逼出无影的同时 还可以躲避这一刀的 可惜的是 他的真元消耗太大 而这一刀 居然还带着玉的束缚 他只是避开了半寸而已 那紫色的刀芒 就劈了下来 扑 血光四溅 金仙修士的身体 被子叙劈开 血水全部被炙热融化 成了一道道血物 竟然死在了一个 虚仙蝼蚁的手中 金仙修士一阵的不甘心 元神一出后 立即就要逃走 可惜的是 无影已经等候多时了 早就冲了上去 一口吞下了金仙元神 一刻都不留地 就飞向了叶末 叶末知道 这吃货要去睡觉了 随手将他送进了 今夜世界 直到此时 叶末才长长地 淤了口气 看着地上金仙修士的尸体 想着刚才的好一场恶战 这是他第一次 和金仙修士打斗 叶末肯定 眼前这个金仙修士 绝对不是普通的金仙 这家伙战斗经验丰富 而且强悍无比 如果他不是神经炼体 哪怕是他偷袭得手 在第一个回合 也要被九药心轮的白光杀掉 想到金仙修士知道 被自己困入阵法中的惊骇表情 叶末就是一阵阵舒爽 果然是多学点东西 在身上总是好事情 如果他不是仙阵师 今天要打败这个金仙修士 或者可以 可是要留下他 却极为困难 叶末捡起地上的九药心轮 又将金山修士的储物戒指收起来 心里极为满意 这九药心轮是一件好东西 虽然只是一个下品仙器 可是这东西的威力 似乎比中品仙器也不差 那种恐怖的惨白光芒 对付普通的修士 简直和天火九阳一般 天火九阳还要神识配合 而这法宝虽然也要神识配合 却相对来说要少得太多了 一团火将周围的痕迹全部灭掉后 叶末收起了自己的逆空阵旗 祭出清月迅速消失在这里 他并没有返回弯角仙镇 只有傻瓜才会返回弯角仙镇 再坐仙传去黑如森林 金山修士追杀他出来 谁知道有没有人看见 再说了 谁知道这个被他杀了的金山修士 有没有什么后台 当初他在无心海 就因为杀了雷云宗的田奥峰 这才惹来了极大的麻烦 这给了叶末一个警钟 就是杀可以 但是杀了后要埋掉 也就是要清理干净 叶末现在自己也是身受重伤 他必须要找一个地方疗伤 一天后 叶末在一处普通的山脚落了下来 顿土进入今夜世界后 立即开始疗伤 虽然伤得不轻 可叶末身上丹药多多 又是神经炼体修为 加上三生诀 只是大半天的时间 叶末身上的伤 就好了七七八八了 将身上的衣服脱下烧掉后 再次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 叶末这才放下心来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检查金山修士的储物戒指 储物戒指的禁止 对叶末来说 根本就没有任何困难 破去了储物戒指的禁止 叶末将戒指里面的东西 全部倒在今夜世界中 这才明白 什么是真正的富有 当初他斩杀了厉害无比的严拙 除了那个飞车法宝指点仙经外 其余的东西 也都是普通之极 就是单要好点的 也不过是一下正须单 以及一些普通的地缘单而已 至于仙经 就更是寥寥 上品仙经 只有三五百左右 而这个金山修士的戒指 却让叶末大是感叹人 无横才不发 里面的上品仙经就有三十万 而下品仙经一颗都没有 中品仙经也有十多万 修为到了金仙级别后 下品仙经的效果 已经小了许多了 当然 一些普通的金仙 依然会用下品仙经修炼 可这个能做得起仙船上 等仓的金山修士 显然不是那种普通的金仙修士 除了仙经外 单要也都是一些二品仙单 除了地缘单 是一品仙单外 还有仙玄单 落阴单 清灵单 这种仙级二品单要 当然最让叶末开心的就是 那十二颗雷海神珠 在仙船上那个黑衣女修 拿出这十二颗雷海神珠的时候 叶末心里就垫挂上了 经历了这种辗转来去 最后还是回到了她的手中 唯一让叶末不解的是 被她杀掉的那个金山修士 明明不是雷系修士 她为什么要这十二枚雷海神珠 难道她也知道 这十二枚雷海神珠是好东西 想不通叶末 就不再去想 她要的东西 已经有了就行了 至于那九要新轮 叶末虽然不想当成自己的法宝 可是这东西威力很大 她也将其炼化了 免得到时候需要用到 除了这些外 叶末还得到了两块蓝风石 蓝风石是风属性仙级二品材料 适合炼制飞行法宝 叶末正好可以用来炼制清月 她的飞行法宝已经落后了 到现在为止 也只是一个超越了半仙气的存在 只要她将清月提升到夏品仙气 她就可以在短时间内 到达黑卢森林 她身上还有两件飞行夏品飞行仙气 一个是炎卓手中夺来的飞车 还有一个就上金山修士的飞船 可是这两个法宝 她都不敢用 再说了 她也不喜欢这两件飞行法宝 清月跟她的时间长点 她对清月的感情还是深一些 同时 清月也是她炼制出来的飞行法宝 控制上面更为得心应手 两块蓝风石没有让叶末失望 叶末的炼器手段 同样没有让她失望 经过几天的努力 她硬是将两枚蓝风石融合进了清月 将清月的品质提升到了夏品仙气 这也意味着 她的炼器水准成功晋级到了一品仙气师 两个月后 黑卢森林外围最大的仙镇黑卢镇 来了一名很普通的虚仙修士 身上也没有装备什么极品真气护甲 或者仙甲之类 只是空着手走进了黑卢镇 这正是刚到这里的夜末 她将自己的清月提升到了夏品仙气后 速度陡然加快不少 本来需要三四个月才能到达黑卢森林的 现在只有两个月就到了这里 黑卢镇庞大无比 比起一般的仙城来说并不小 只是因为这里亦没有聚灵阵 第二没有仙灵脉 所以才一直是一个阵 而无法晋级为仙城 而且在黑卢镇也没有任何的神石屏蔽阵法 夜末的神石可以一览无余地看见整个阵的一切东西 不过大部分修士的住处 都有一些简单的神石屏蔽阵法 夜末并没有用神石刀去窥探 她之所以用神石扫了一遍黑卢镇 就是为了找到影音和童书两人 可惜的是 夜末根据影音提供的住处用神石扫了一遍 根本没有任何人影 她还特意用神石刀破去了影音住处的屏蔽阵法 里面虽然有几名修士在修炼 却没有影音的影子 从弯角仙镇回到黑卢镇 如果是做仙传的话 夜末知道最多半个月的时间 现在都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 影音和童书肯定是已经回来了 现在没有找到他们 说不定两人都去黑卢森林了 因为夜末听影音说过 回去的时候让童书和他的嫂子住到黑卢镇西边去的 所以开始的时候 夜末也没有去查找童书的住处 现在影音和童书都不在镇西的住处 夜末立即来到了童书原先居住的地方 黑卢镇的后侧 童书原先居住的地方 仙灵器很是匮乏 夜末也只知道童书住的大概位置 却不知道是哪一处地方 她来了后 立即拦住了一名虚仙中期的修士 请问一下童书是不是住在这里 夜末很是客气地问了一句 那被夜末拦住的虚仙修士 疑惑地看了夜末一下 这才往身后更为偏僻的一个丹院指了指 转身就走 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 第五四五章 童书的嫂子 夜末疑惑地看了看这虚仙修士士的方向 前面只有一个孤单单的小院 周围也有阵法挡住 只是挡住的防御阵法 是区区修真界的八级灵阵而已 甚至还不如修真界一些门派的防御阵法 夜末的神识轻而易举地就扫了进去 小院里面竟然有一名女修 虚仙中期修为 这女修肤色很白皙 脸上带着病态 显然是有伤在身 让夜末感觉到奇怪的是 这个女修的表情明明端庄无比 可是却有一种难以描述的媚态 从骨子里面散发出来 让人不由自自地想要亲近她 好古怪的感觉 夜末皱了一下眉头 她的三生觉时时刻刻在运转 所以这种感觉只是一闪而逝 她不知道别的修士 看见这女修后 会不会也有类似的感觉 夜末走到小院门口 发了一道通讯符在静置之上 过了好一会 静置才被打开 一个猛着脸的女修站在了门口 眼里带着疑惑看着夜末 看着女修转眼 就将自己的脸蒙住了 夜末就知道了 这个女修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那种媚态 不是她自己能控制的 你是谁 女修盯着夜末 声音略微带着一些沙哑 倒也算是柔和 我是童书的朋友 来这里找童书的 请问童书在不在这里 夜末立即问道 女修听了夜末的话 更是疑惑 好一会她才问道 童书的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夜末 夜末刚刚说了这四个字 那女修就惊喜地说道 原来是夜丹师前辈 我是童书的嫂子 您请进 说完那女修迅速将夜末让进了小院 再次打上了静置 你就是童书的嫂子 夜末知道童书和她的嫂子住在一起 也知道两人的修炼有些艰难 没想到童书的嫂子不但受伤了 而且体质似乎和普通人还不一般 是 前辈 晚辈就是童书的嫂子江景 晚辈听阿叔说过前辈的事情 多谢前辈为阿叔免费炼制了许多的丹药 说完这叫江景的女修 更是躬身再次对夜末失礼 夜末摆了摆手说道 你受伤了 是 江景眼神黯淡下来说道 说完后又补充了一句道 晚辈因为体质有关系 所以只能带着面巾 请前辈恕罪 夜末微微一笑说道 没有关系 就算是你将面巾取了 我也没有影响 啊 江景愣了一下 他知道自己位天生仙媚体 是在一次受伤之后 那次受伤后 他无法控制体内的仙缘 结果媚态完全显露出来 让人看见后 风骚入骨 可是他心里很清楚 他不是这样的人 可惜的是 他偏偏无法控制身体散发出来的魅意 夜末也只是随便提了一下 至于江景会不会听他的 他也没有在意 只是取出一枚丹药递给江景说道 你服用了这丹药后 告诉我一下童书去什么地方去了 他和尹大哥去了黑卢森林 江景说了一半 忽然惊异地盯着手中的丹药教导 清灵丹 二品仙丹 清灵丹正是二品仙丹 叶末从金山修士身上收集来的 这种丹药对于天仙级别的修士来说 是极好的疗伤丹药 大部分的伤势都有效 所以价格也很是高 一枚中等的清灵丹 价格就有数千的上品仙金了 如果是等级高的清灵丹 那价格会更高 这丹药我不能吃 太贵了 江景颤抖着将丹药还给叶末 叶末白白手说道 我是一个仙丹师 这丹药也算不得什么 你先将自己的伤势去掉 再告诉我 童书去了什么方位 江景这才明白过来 童书好像和他说过 叶末是一个三品仙丹师 一个三品的仙丹师 区区一颗清灵丹 确实也算不上什么 想通了这点 江景才将手中的清灵丹吞了下去 丹药入口 立即就化为修复伤势的仙灵液 迅速流转了全身 只是短短的时间 江景还没开始运转仙缘带动药液 就感觉到自己的内伤进去 他从未服用过二品仙丹 第一次服用二品仙丹 哪怕只是一枚中等的二品仙丹 效果也是极其强悍 拿去脸上的黑金 江景更是感激不已 叶末却惊异地发现 之前他感受到江景身上的魅态 在他身体的伤势完全消失后 那魅态也一样地跟着消失了 这种体质实在是太奇怪了 仙界之大 果然是无奇不由 这次不等叶末再问 江景就主动说道 当初尹大哥和阿叔回来后 尹大哥为了照顾我和阿叔 让我们也搬到了镇西居住 叶末点点头 他确实是听到尹莹邀请 童叔去镇西住 而且当时童叔也同意了 现在听江景的口气 似乎他们还真的去过镇西 既然如此 为什么现在又回来了 这里的仙灵器如此匮乏 就算是有担要 想要进步 也是极其艰难的事情 江景叹了口气说道 本来我们去镇西居住 仙灵器更为丰厚 对我们来说 修炼起来也方便了许多 可是尹大哥很快就出了问题 叶末皱了一下眉头问道 什么问题 尹大哥去唇口仙占的目的 和阿叔一样 除了自己去练丹外 还带了许多别人的灵草 这些灵草 都是别人托尹大哥帮忙去练丹的 除此之外 他还带了将近5000上品仙金 这些仙金也不是他的 而是黑鲁镇许多修士凑在一起 请他帮忙在弯角仙镇购买物品的仙金 江景说到这里 有些担心的 看了叶末一眼继续说道 后来我听阿叔说 你得罪了仙传上的大人物 尹大哥为了不让你被赶出仙传 拿出了3000上品仙金 给仙传的一个小管事 好像还赔偿了部分丹药 结果尹大哥回来的时候 既拿不出东西 也拿不出仙金 就连别人请他帮忙炼制的丹药也不全 最后被人围了起来 后来我们三人都被打伤了 尹大哥不但赔出了自己的法宝 还被赶出了阵溪 叶末听到这里 脸色立即就沉了下来 他沉声说道 难道尹莹没有说过几个月 我会来还的 江景立即回答道 尹大哥已经说了 可是没有人愿意 相信他的话 都说他独吞了这些仙金和仙灵草 叶末没有想到 尹莹这么够义气 不但帮忙出了船票 还贿赂了仙传的管事 这些仙金算起来 都是帮他出的 难怪那天事后 尹莹出去了一趟 原来是为了贿赂仙传的小管事去了 否则的话 说不定不用到弯角仙镇 他就会被赶出仙传了 尹大哥的东西全部被侵占后 没有地方去 只能搬到了我和阿叔这边来 只是这附近很多人说闲话 还有尹大哥因为是被正熙赶出来的 很多不明真相的人瞧不起尹大哥 尹大哥伤势还没好 就要去黑鲁森林寻找修炼资源了 因为没有人和尹大哥组队 阿叔虽然也有伤在身 还是和尹大哥一起组队 进入黑鲁森林了 江景叹了口气 一口气将尹莹和童书 离开黑鲁镇的情况说了出来 叶莫明白江景的意思 他听尹莹说过 在黑鲁森林没有人组队 一个人进去极其危险 而江景没有出去 那是因为他的体质特殊 受伤后媚态外露 这种状态一旦进入黑鲁森林 被别的小队看中 那下场就是凄惨无比 难怪他问童书的住处 别人的眼神带着不屑 竟然是因为尹莹的事情 说来说去 还是因为自己的事情 想到这里 叶莫对江景说道 我要去黑鲁森林 你要不要一起过去 江景毫不犹豫地说道 我当然要一起过去 以前我都是和阿淑 一起去黑鲁森林的 黑鲁森林只要不到里面 就没有什么危险 叶莫本来就想带江景一起过去 黑鲁森林他一次都没有去过 现在是第一次过去 人生地不熟的 有江景这个熟人带路 那好很多 几名附近的修士 看见江景带着叶莫走出来 眼里都是露出恍然的神色 叶莫根本就不会在意这种事情 黑鲁森林里面 可能确实有大量的高级仙灵草 可是这改变不了 黑鲁镇是低级修士巨捷的地方 而江景住的地方 更是最底层修士的巨捷地 一些多年都毫无寸进的修士 除了八卦周围邻居的一些事情外 更是没有事情去做了 而江景似乎更加不将这种事情放在心上 平静无比地向叶莫介绍着 黑鲁森的和黑鲁森林的一些事情 不过周围修士那些恍然的表情 倒也没什么鄙视在里面 互相看得顺眼的修士之间 双修也没有什么 这种事情在这片地方很常见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互取所需而已 叶丹师前辈 我们去做黑鲁镇的飞船法宝 还是自己过去 走出这片区域后 江景问道 见叶莫疑惑 江景赶紧解释道 从黑鲁镇到黑鲁森林 还有一些路 如果做黑鲁镇的飞船法宝 需要一天多点的时间 那飞船法宝是夏品仙器 速度很快 那就不用了 我自己有飞行法宝 叶莫听说是夏品仙器 那不是和他的清月一样吗 自己都有清月了 哪里还需要做别人的夏品仙器 第1546章 我的刀也不错 黑鲁镇外修士很多 叶莫寄出清月后 立即就有人看见了 当看见叶莫一个虚仙中期修士 都有夏品飞行仙器的时候 许多的修士都露出了羡慕的眼光 叶莫很清楚 杀人夺宝的事情 无论在修真界还是仙界 都是层出不穷 没有人愿意将大道的机会让给别人 为了修炼 很多的修士都是没有任何底线的 他现在寄出清月 看见的人很多 难免不会有人起疑心 不过叶莫毫不在意 如果他只是虚仙初期 真元没有转化之前 或许他还会用极品真气飞行法宝代替一下 现在他已经是虚仙中期 就算是金仙他也杀过 岂能惧怕别人打他飞行法宝的注意 就算是有虚仙修士要打他的注意 他也是顺手斩杀而已 悬仙修士 就算是看见了清月 也不会有任何想法 哪一个悬仙 没有夏品飞行仙器的 有了实力 就没有必要畏畏缩缩 也没有必要 因为怕人打劫 就去一个偏僻的地方 再寄出飞行法宝 有不长眼的修士 打劫到他头上来 只能自认倒霉 何况叶莫还打算在黑路镇 修炼到虚仙巅峰 甚至金仙之后才离开 飞行法宝迟早要暴露的 他更是不会低调行事了 看见叶莫寄出了清月 将近眼里露出惊喜 随即就有些担心地看着叶莫说道 叶丹师前辈 您在这里拿出下品仙器 我怕 叶莫微微一笑说道 你先上来再说吧 以后也和影兄一样 叫我叶丹师就可以了 我也不算是前辈 是 将近迟疑了一下 还是点头上了清月 他想到了影音说的话 他听说有一个金仙修士 去追杀叶丹师了 而现在叶丹师还在这里 那岂不是说 他可以摆脱那个金仙修士 既然能摆脱金仙修士 就算是有人要追他们 叶丹师应该也可以摆脱吧 当叶莫将清月的速度提升起来后 将近发现 叶莫的飞行法宝 竟然比黑路镇的仙船 还要快上许多 仅仅一天时间 两人就已经到了黑路森林的外围 叶莫落下清月 眼前是一片稀疏的灌木林 一些刚刚从黑路森林出来的小队 看见叶莫两人 都有些疑惑 因为来黑路森林的修士组队 一般都是四到五人 两个人的组队 不是没有 却是非常少的了 我和阿淑来的时候 经常有人这样看我们 不过我们都是在外围 从来都不会进去的 将近在边上解释了一遍 叶莫的神识扫了出去 他发现 黑路森林的外围确实也很宽广无比 至少他的神识 无法扫到尽头 同样的 在外围的修士也不守 就是他的神识 就能看见数百修士 叶莫心里暗叹 这么多的修士这么多年 在黑路森林外围反复寻找 能找到仙灵草 那才是怪事了 难怪童书说过几年 才会来炼丹一次 这里几年找到几路丹药 已经很了不起了 修仙果然不是简单的路 修仙者何止意外 可是又有几人能冲破束缚 到达最高的巅峰 就算是他自己 如果没有今夜世界 他能达到现在的高度 或者还在修仙界徘徊 就算是来的仙界 也只能和之前的江景一般 在黑路森林的外围 寻找一些别人 遗漏下来的仙灵草罢了 我怕他们进入黑路森林深处了 江景有些担心地说了一句 叶莫恩了一声说道 既然如此 我们再进去 说完叶莫再次驱动清月 直接带着一道清光 进入了黑路森林的深处 叶丹师 你要小心点 这里有很多的仙妖兽 一旦被这种仙妖兽拦住 很是麻烦的 外围的仙妖兽虽然少 却也有一些实力强大的 江景话音未落 叶莫的子叙 就已经带起了一道紫芒 一头十一级的自阴 已经被叶莫一刀 劈成碎片 而清月只是稍微迟钝了一下 就再次迅速地消失在附近 江景震惊地看着叶莫 自阴的速度奇快 正因为这样 他才能在叶莫降低了 清月速度后跟了上来 可是江景想不到 叶莫只是随意地一刀 就杀了一头十一级的妖兽 就算是让他和自阴打 要杀掉自阴 也需要一点时间 而叶莫和他的修为 看起来差不多 出手却如此犀利 此时江景才明白 这个叶丹师 似乎真的很厉害 随着清月的深入 所过地方的丛林 也是越来越密集 地形也变得复杂起来 两天后 江景指着清月前方的一处 极为密集的树林 对叶莫说道 进入那个树林 就是黑卢森林深处了 我没有去过黑卢森林的深处 不知道尹大哥和童书去了那边 叶莫点点头落下清月 就算是他自负 也不敢在黑卢森林的深处 肆无忌惮地飞行 等等 叶丹师 前面刚刚出来的人中 有一个我认识 他们刚刚从黑卢森林出来 我去问问看 是否看见了阿书 江景指着不远处的几人 对叶莫说道 其实不等叶莫和江景过去 那四名修士 也看到了两人 甚至四人 都已经停了下来 或者说 如果不是叶莫和江景主动过去 那四人已经过来了 叶莫注意了一下 这四人有一人虚先圆满了 还有三人 都是虚先后期 何大哥 江景带着叶莫 来到这四人面前后 立即就向最后面的那名 飞衣修士行李 是你 江景 你怎么会来这个地方 这里过去 就是黑卢森林深处了 那飞衣修士 疑惑地看着江景回答了一句 江景连忙说道 何大哥 我来这里找我妹子同说 你看见他了吗 那何姓修士摇了摇头说道 他应该 也是虚先中期吧 怎么可能 去黑卢森林深处 说完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连忙笑着 对身边的三名修士 抱了抱拳说道 丙兄 江景也算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 今天就算了吧 在最前面的是一名 虚先圆满修士 他扫了一眼 那个飞衣修士诞生说道 何旭谷 我也没说要怎样 江景似乎也看出来了一些不对 除了他认识的飞衣修士 其余的三人 似乎有意无意地 拦住了他和叶末的退路 他有些慌张地 对那何姓修士说道 那何大哥 我们先走了 当然可以走了 不过你们的那个飞行法宝不错 那丙姓男子诞生地说道 既没有说要留下两人 也没有说 要叶末交出清月 江景认识的那个何姓修士 脸色很是难看 却不敢再说什么 本来江景说走的时候 叶末也打算走了 只是他听到了 那丙姓虚先的话后 他就知道自己走不掉了 这姓丙的是在找死 他小队里面的何姓修士 认识江景 他还想要打劫 这种人叶末杀起来 是绝对不会手软的 我这把刀也不错 叶末取出自己的子序 诞生说道 那丙姓男子看见叶末 再次拿出一把下品仙气 眼里顿时就放出了一丝光彩 确实不错 给我 说着一步上前 同样的一把下品仙气就被寄出 只是不等 他的那下品仙气被激发出来 叶末的子序已经劈了过去 找死 这姓丙的虚先圆满修士 没有想到 虚先中期的叶末敢主动出手 立即大怒 他可以抢别人的东西 但是如果要反抗的话 就不是抢东西那么简单了 看见叶末竟然主动出手 将近脸色大变 他正想说话 就看见那秉性修士 和他一样脸色骤变 眼里甚至露出惊骇的表情出来 随即他的眼睛就变得通红起来 似乎在疯狂地注入仙缘 到自己的攻击法榜上面 可是 哪怕他在疯狂注入仙缘 和叶末比起来 还是差得太远了 换云欲杀刀出手 虚先修士也无法简单地避开 更不要说 冲进叶末的刀屿当中 和叶末硬拼了 咔 刺耳的声音在几人耳边炸响 那秉性虚先修士手中的轻剑 还没有完全激发开来 就是剑气肆意 被叶末的这一刀劈得凌乱不堪 住手 我道歉 这秉性修士 发现自己的轻剑 连对方的刀器都无法挡住 更不用说在刀器后面的刀芒和刀身了 在轻剑上的剑气 被子虚刀器劈散的瞬间 他就开始出口求饶了 可惜叶末的子虚 根本就没有丝毫要留情的意思 一道门板一样的紫色刀芒 已经直接劈开了 这虚先修士的身体 血无四剑 一招 或者说这虚先修士一招 还没有完全发出 就被叶末一刀斩杀了 叶末收起轻剑 和这虚先修士的储物戒指 看了看其余的两人说道 你们也觉得 我的飞行仙器很好吗 呆滞在一边的 两名虚先修士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摆手说道 不不 前辈 我们没有 没有这样说 没说 那就滚吧 叶末冷喝一声 那两名反应过来的虚先 后期哪里还敢停留 赶紧转身就走 此刻那核心修士也反应过来 哆哆嗦嗦地向叶末抱了个拳说道 前辈 晚辈也走了 说完更是不敢等叶末回答 就急急忙忙地 跟着另外两名修士离开 第1547章 陶悟骨 将仅此时才反应过来 更是不敢相信地看着叶末 他在黑鲁森林求活 修士之间的 打斗他见得多了 可是从未见过一个虚先中期 可以秒杀虚先圆满修士的 忽然他想到了 影音和童书两人说 眼前这个仙丹师 被一个金仙修士追杀的事情来 莫非那个金仙修士 也被他杀了 这完全有可能啊 因为就算是金仙要斩杀虚先圆满 也很少有像叶丹师这样轻而易举 甚至没费半分力气的吧 叶末将那把下品仙气轻剑 递给江景说道 这个给你用吧 这 江景接过这把仙气轻剑犹豫了一下 还是递还给叶末说道 叶丹师 这我不能要 太贵重了 叶末摆摆手说道 这东西 我多的是 对我来说 没有任何用处 叶末说的是实际话 现在他戒指里面的下品仙气 已经有七八件了 而且 他自己现在也是一个一品仙气师 只要有好的材料 他自己都可以炼制出来 下品仙气 这把普普通通的轻剑 他岂能放在眼里 江景的法宝叶末见过 之前他拿出来过 只是一柄半仙气而已 江景知道 叶末说的是真话 以叶末这种修为 甚至之前还斩杀过金仙的修士 又怎么可能再一柄很普通的下品仙气 想到这里 他没有再拒绝 收起了叶末给的轻剑 进入黑鲁森林深处后 江景已经没有当初的那么担心了 叶末出手如此逆天 在黑鲁森林深处 只要不挑战到金仙修士 应该就没有关系 两人大约又走了两天的时间 期间遇见了几头一级仙妖兽 不过都被叶末轻易斩杀了 第三天 叶末已经打算换一个方向寻找了 他相信 以影音的修为 是不可能进入黑鲁森林更深处的 而这个时候 江景却收到了讯息 他看了一下自己的通讯珠 立即惊喜地对叶末说道 阿叔给我回讯息了 他让我们马上回去 他们一会就会退出来 叶末皱了一下眉头 既然来了 为什么要让马上回去 你问问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叶末立即问道 江景还没来得及说话 一道顿光就飞一般地冲了过来 好像是一名受伤的虚仙后期修士 叶末想都没有想 就拦在了这名虚仙修士的前面 那虚仙修士 见叶末拦住他 也不问说话 立即就寄出法宝 对叶末砸了过来 叶末的子序同时寄出 咔嚓一声脆响 这名虚仙修士的法宝 竟然被叶末一刀劈成两半 下一刻 叶末的刀芒 已经将这虚仙修士困了起来 如果不是叶末留守的话 这修士早就被叶末斩杀了 前辈饶命 那修士立即就知道 叶末比他强了无数倍 想都没想 就连忙求饶 是你 江景又惊声叫了出来 叶末回头看了看江景问道 你认识这个人 江景点了点头 是的 他就是和尹大哥住在一起的人 当初比尹大哥离开正西 他也有份 不过他没有动手 原来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叶末冷哼一声 刀芒俱拢 就要斩杀了 前辈不要动手 我没有对英雄如何 英雄现在很危险 他就在这里 靠北三万里地的陶悟谷 这虚仙修士 知道自己命悬一线 说话的语气 更是迅速无比 他心里却是想不通 为什么叶末看起来才虚仙中期 出手却是如此厉害 陶悟谷 叶末疑惑地重复了一句 陶悟谷我知道 是黑卢森林里面的一处废弃的遗迹 听说那里是傲狠曾经的洞府 傲狠是上十一天狱腾圣天天主的后人 因为在腾圣天犯下大错 被赶出上十一天狱 最后落魄到了文举天的黑卢森林 江景见叶末并不知道陶悟谷 连忙说道 叶末点点头 看着眼前这个虚仙修士说道 你为什么要逃 那修士咬了咬牙说道 因为我杀了黑卢镇封下商会的人 所以我必须要马上离开黑卢森林 而且封下商会的人也要杀影音 如果你是影音的朋友 我们的敌人是一样的 滚 叶末没有心情去询问别的 说了一个滚字后 寄出清月带起一道轻影 迅速冲向了陶悟谷 她相信刚才那个虚仙修士没有说谎 她现在最主要的是 要去看看影音怎么样了 看着叶末和江景消失的地方 那虚仙修士擦了擦额头的汗 楠楠说道 影音什么时候有这种厉害的朋友了 两三万里路对清月来说 只是短短的时间而已 陶悟谷是一片面积宽广的荒石滩 数千里范围都没有一根杂草 这里根本就是寸草不生的地方 叶末的神识很快就扫到了 陶悟谷边缘一处 已经被攻破的隐秘禁制 这个禁制应该是年份久远 自己破碎的 但就算是这样 一般的人也看不出来 不过叶末是一个仙镇师 神识扫到的时候 立即就看出来了 这里是一个隐秘禁制 禁制外面许多的踩踏痕迹 叶末和江景迅速地进入禁制 当他们看见禁制里面的景象后 却愣住了 这里和刚才外面没有一根杂草的荒石滩 完全是两回事 入眼的是一个不小的山丘 而山丘上全是翠绿一片 只是此刻这些翠绿色的地方 都已经被践踏得凌乱不堪 将近百名修士 还在那些凌乱不堪的山丘 四处寻找着什么 而在禁制的出口处 似乎有四人在守护着 在这四人身前不远的地方 躺着十几具尸体 看起来被杀的时间应该不是很长 随即叶末和江景 就看见了山丘边缘的影音和童书 不过他们两人并没有和别的修士一样 在寻找仙灵草 而是脸色阴沉地站着没有动 叶末和江景两人进入静置后 在这里面所有的人都看见了 四名守在静置出口的修士 也看见了叶末和江景两人 其中一名修士 已经是惊鲜初期的修为了 他看见叶末后 立即就皱了一下眉头 叶丹师 你怎么过来了 本来站在山脚没有动的影音 看见了叶末后 立即就迅速来到了叶末的面前问道 你是怎么回事 叶末皱着眉头 看了看浑身是伤的影音问了一句 哈哈 现在你们又来了两个人 我看你 还有什么话说 守在静置出口的一名 虚仙后期修士 盯着影音笑了一句 语气带着讥讽 影音脸色气得有些发白 他大声地说道 他们两人刚刚从外面进来 这里面的东西 一样都没有动 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那修士不屑地说道 是没关系 有种你就不交出东西 从我这里出去好了 你 影音被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旁边跟过来的童书 连忙拉了他一下 然后忧心忡忡地 向叶末打了个招呼 叶末沉声说道 影兄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叶丹师 要不我们去边上说吧 童书见叶末脸色不好看 连忙又补充了一句 影音点了点头 四人离开了静置的出口 走向了一边 而守住影音 静置出口的几名修士 只是冷笑 并不阻拦 一直走到山丘的一个偏僻角落 影音才停了下来 叹了口气说道 叶丹师 今天我要连累你了 那四个守住禁置出口的修士 是黑路阵风下商会的人 他们说 这个地方是他们发现的 所有进入这里面的修士 都要将采集到的仙灵草 交出部分来 我因为第一个反对 所以他们不但要我和童书 交出仙灵草 还要检查我们的储物戒指 他们有这么好 发现了这个地方 还通知别的修士 叶末不解地问道 其实不是他们发现的 是一个一级仙镇师 第一个指出来的 他发现了一个 已经残破的隐匿禁置 只是没等他进去 风下商会的一名修士 第一个进去了 所以他们才说 这是他们发现的 所有进去采集仙灵草的修士 都必须要上交部分仙灵草 给风下商会 因为风下商会实力太强大 很多修士不愿意和他们冲突 就交了部分仙灵草给他们 然后出去了 童书连忙补充道 盈盈沉生说道 我怕现在我们就算是交了仙灵草 也很难出去了 之前有些修士虽然出去了 可是风下商会明显派人追踪了 他们表面一套 背后又是一套 叶末想起了之前 他遇见的那个虚仙后期修士 他说 他杀了一名风下商会的人 看来应该是真的了 盈盈说完 又指着山丘上的修士说道 其实仙灵草早就被采集完了 这些人留在这里 只是等着混乱的时候出去而已 大家都不想 将得到的高级仙灵草 平白无辜地交给风下商会 可是没有人敢出来领头 他们也不敢动手 风下商会也在等帮手 等他们的帮手来了后 这里所有的人都会乖乖地交出自己 得到的仙灵草 高级仙灵草 叶末疑惑地看着尹音问道 尹音立即点头说道 是的 这里面有人找到了四级仙灵草 我听他们说 陶屋谷就是傲狠曾经的洞服 而这个山丘 是傲狠培育仙灵草的地方 只是这里的仙灵气匮乏 除了四级仙灵草外 更高级的仙灵草 都已经枯萎而死了 否则说不定连五级六级的都有 第1548章 说杀就杀 叶末下意识地看了看 已经被践踏的乱七八糟的山丘 心里顿时火热起来 这么大的一片地方 会出现多少的仙灵草 如果它能得到一大批的仙灵草 晋级仙丹大师 也是指日可待 一个仙丹大师 就算是在任何地方 也有修炼不尽的资源 何仇不能晋级 那个兰衣卫先说自己最大的成就 也只是惊险 这话让叶末很是不屑 叶末从不认为 他只能到底惊险的地步 就算是那兰衣女修可能的 或许那个兰衣女人 知道了叶末的想法 会认为他在说胡话 你的仙灵草已经交了部分出去了 叶末立即问道 尹音摇头答道 不是部分是全部 我和童树的仙灵草都交出去了 连半分都没有留下了来 他们还要检查我们的储物戒指 一直没有说话的江景 疑惑地说道 尹大哥 既然你和阿树的仙灵草都交出去了 为什么还要你交出储物戒指 再说了 仙灵草都没了 储物戒指给他们检查一下 也没什么 尹音小心地看了一眼 守在禁止出口的四名护卫低声说道 因为我得到了傲狠前辈的传承 所以我的储物戒指不能交出去 啊 江景震惊地叫了一个呀字后 立即用手捂住了嘴巴 尹音暗自叹息了一句 他说出这话的时候 已经打算将自己的东西交出去了 否则就算是面对叶末三人 他也不愿意承认自己 得到了傲狠的传承 对方有一名金仙 虚仙后期更是有十数名 这个实力 要杀他们四人 根本就不费任何力气 想到惊仙 尹音立即就想起了 追杀叶末的那个金山修士 他随即就问道 叶丹师 你在弯角仙镇 叶末摆摆手说道 那件事过去了就算了 既然这里已经没有仙灵草了 我们出去再说 见叶末不愿意再提起这件事 尹音也见机地没有再说什么 现在叶末说要出去 他只能叹了口气说道 也只能这样了 我将戒指给他们算了 叶末微微一笑说道 不用 傲狠地传承你自己留下来修炼 至于仙灵草 我会找他们要回来的 叶丹师 尹音惊意不定地看着叶末 他不明白叶末的意思是什么 童书也担心地补充了一句说道 叶丹师 封夏商会有十几名修士在这里 而且还有一名金仙修士 我听说 在包括会主在内 封夏商会有三名金仙高手 阿说 我们听叶丹师的 叶丹师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做 江景知道叶末的本事 他怀疑那个追杀叶末的金仙 已经被叶末杀掉了 所以 他对叶末很是信任 尹音和童书两人看了看了江景 都点了点头 尹音不知道叶末会用什么办法 既然叶末这么说 那就是说 他肯定有办法 而童书更是相信自己的嫂子江景 江景从不乱说话 他说话都是有根有据的 看见叶末四人商量了半天 都走向了静置的出口 四名守住静置出口的修士面带冷笑 就算是再商量 在这个静置里面 难道还能跳天不成 此刻就算是其余 在山丘等待实际的一些修士 也纷纷看了过来 这些修士大部分都是在黑如镇求活 没有人愿意和封下商会闹出矛盾 这里是得到了许多的仙灵草 可是 就算是全部炼制成丹药又如何 难道以后 你还不回黑如镇了不成 更何况 此时守住静置出口的修士 有将近十名 还有一名金仙 只是其余的人 都没有站在出口的地方而已 唉 可惜了 我们还找到了两株金蛇兰 不然的话 叶丹师还可以炼制两炉金一丹 走在一边的童书叹了口气说道 金蛇兰 叶末心里一喜 立即问了出来 金蛇兰是二级仙灵草 可以炼制金一丹 这种丹药 可是虚仙晋级金仙的一种 极佳丹药 现在 她得到了许多的修炼资源 只要闭关 那么晋级到虚仙巅峰 是必然的事情 一旦等她 到了虚仙巅峰 那金一丹就要用上了 尹尹叹了口气说道 是的 就是金蛇兰 我当时因为得到了那些东西 想要迫切地离开这里 结果当了出头鸟 不然的话 现在我也会和别的修士一样 站在边上看热闹 说不定东西还会保存 叶末微微一笑 别担心 东西都在 已经想通了吗 别耍花样 如果被我发现 你们拿出来的戒指里面少了东西 就是找死 看见叶末四人过来 其中一名虚仙 冷笑了一声说道 恐怕我们无论是不是将东西全部拿出来 你们也会说 还有东西没有拿出来 然后杀了我们吧 叶末不懈地回答了一句 对方这点伎俩他早就看清楚了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可是封下商会的人 显然是要杀了尹英 现在当然是要将他们一起杀了 这种烂得不能再烂的借口 也来这里先 如果他们真的在尹英身上的东西 就不会任凭尹英离开他们的视线之外 并且还在边上嘀咕这么久的时间 封下商会 这分明就是为了杀尹英找的借口而已 少啰嗦 戒指交出来 一名虚仙后妻的修士宁笑一声 这里有近百名修士 就算是要杀了尹英 也要找一个好的借口 给你 叶末说完这两个字后 子序已经一刀劈出 这虚仙后妻的修士 哪里想到叶末竟然敢杀他 而且说打就打没有半分犹豫 他脸上的宁笑 甚至没有完全消散 就被紫色的刀器劈了开来 叶末随手收起一枚戒指 刀器一脚 那惊恐不已的元神 连逃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叶末的刀器绞成碎片 而被叶末劈成两半的尸体 直到叶末做完这些动作后 物资没有倒下 叶末突如其来的动作 顿时让周围所有的修士都惊呆了 他们哪里见过如此凶悍的修士 竟然敢杀封下伤会的人 连一句解释的话都没有 抢先出手了 还是出手就杀 没有半分的迟疑 尹英完全木然了 如果她知道叶末的办法是这个 她宁可先将戒指送上去 叶末一个虚仙中妻 偷袭下杀了一个虚仙后妻 可是还有惊仙修士在一边啊 关注着这边的其余修士 也都呆住了 他们同样想不到 这个刚刚进来的虚仙中妻 如此凶悍 一言不发就将对手杀了 而且杀的还是封下伤会的人 这家伙疯了吗 听刚才那个修士叫他叶丹师 莫非此人还是一个炼丹师不成 给我去死 那名精仙修士总算是看清楚了 还真的有人敢太岁头上动土 竟敢当着他的面 杀掉了封下伤会的一名修士 爆合声中 一道带着冰雾的乳白色影子 已经被寄出 冰魂枪下品仙器 刚刚寄出还没有完全激发 周围的温度就急剧地下降 似乎连空气都被冻结住了 隐隐三人急忙后退 这种恐怖的冰寒 就算是没有被攻击到 也会被冻成冰块 可是他们退后的速度太慢了 顿时就感觉到冰寒的颤抖起来 远处围观的虚仙修士更是胆寒 之前还有些人在想 如果不是封下伤会的名头 就算是一个精仙 也无法挡住这么多的修士 可是现在他们知道自己 还真的想错了 这种恐怖的冰寒还是冰魂枪刚刚寄出散发出来的 一旦等着冰寒完全扩散了开来 普通的虚仙修士 哪里还有还手之力 不等着冰寒完全扩散开来 这精仙修士的冰魂枪 已经完全封住了周围的空间 这一颗四周的冰雾 形成了寒冰海洋 在冰魂枪的带动之下 发出了咯咯的魔响 无数的寒冰雾气的影子交织在一起 一柄 带着更为刺骨的寒雾枪 已经从寒冰雾气的影子中直接刺下 如果是普通的虚仙修士 不要说撤退 这寒冰之下不受伤 就算是了不起了 更何况这寒冰雾气 更是犹如实质一般 任何人被这冰雾包围起来 也和玉一样 无法移动 只是这不是玉 而是实实在在的空间冰雾禁锢 叶末和那金山修士打过 眼前的这个金仙初期的修士冰魂枪虽然厉害 可是和之前那个金仙中期的金山修士比起来 还差了太远了 几乎是在这冰寒雾气将叶末包围的瞬间 叶末的天火九阳就寄出来了 子序同时寄出 因为叶末的天火九阳寄出时间 比对方要缓慢 他的神识还没有达到 说寄出天火就寄出的地步 可就算是这样 在对方的冰寒雾气将叶末困住的瞬间 两轮紫色的火球已经在两人的头顶升起 紫色的光芒射了下来 那些寒冰雾气以肉眼看得见的速度 消散融化 随着紫色越来越炙热 那冰寒雾气当中甚至发出了痴痴的刺耳声响 就好像冰雪融化的声音一般 在冰寒雾气边缘的影音等人 赶紧抓住机会撤退到更远的地方 被寒冰包围的叶末 在瞬间就从这寒冰雾气当中解脱出来 而他的子序却没有半分停留 叶末寄出天火九阳的时候 这惊仙初期的修士就已经看见了 他眼里立即就露出了惊异神色 随即他注入冰魂枪里面的仙缘 更是没有半分的保留 之前他并没有留守 之所以全力出手是因为叶末的动作激怒了他 他也知道叶末能一招偷袭杀了一名虚仙后妻 修为也不是泛泛之辈 所以他出手就要将叶末制住 在他的想法中 全力寄出冰魂枪 要将叶末在寒冰雾气中凝固起来 然后再用冰魂枪激发的寒冰刺 将叶末定在虚空之中来震慑其余的修士 可是他绝对没有想到 眼前这个虚仙中气的修士竟然如此棘手 第1549章 再斩惊仙 或者说这已经不能算是棘手了 他从未见过如此逆天的虚仙中气修士 那天上两个恐怖的火球 就好像两轮太阳一般 让他修炼到第三层的寒冰雾气消散 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咔咔 紫序和冰魂枪 还没有完全撞击在一起 冰魂枪周围无数的寒冰刺 就形成了一道道密集的寒冰刺网 这些冰刺网就好像有人用手拉着一般 向叶末笼罩了过去 叶末的脸色如常 没有半分惊慌 他的紫序同样的也激发出来了无数的刀芒 这些刀芒就好像有灵性的一般 将这些冰魂枪带来的寒冰刺裹住 幻云形一刀 这个时候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咔咔 白色的枪刺和紫色的刀芒完全搅合在一起 发出阵阵的咔咔声音 有的是刀芒被搅碎 有的是枪刺被完全撕裂 紫序和冰魂枪终于撞击在一起 白色的枪刺和紫色的刀芒更是凌乱不堪 将周围刮得啪啪作响 一股强大的仙缘力传来 叶末被激荡地倒飞了起来 不过叶末并没有因为被击飞 就停止了手里的动作 他后退的时候 竟然再次寄出了紫序 换云玉杀刀 灵力无边的紫色杀器 和着叶末强大的仙缘和神石 形成了数到方圆数十丈的门板刀芒 这些刀芒将封下商会 刚才已经退到一边的两名虚仙修士笼罩住 那两名虚仙修士还没有反应过来 叶末区区一个虚仙中期 为什么能和金仙高手过招的时候 那刀器已经席卷了过来 扑 两道血光飞舞在冰雾的空中 这两名虚仙后期的修士 连反抗都没有来得及 就被劈成了四段 而两人的元神 更是在天火九阳之下 瞬间融化一空 那金仙修士显然看见了叶末 趁机斩杀了其余两名虚仙后期 顿时气得脸色铁青 可是他刚才击飞叶末的同时 自己也被叶末击飞 想要解救这两人 根本就是做梦 此刻他已经非常清楚 就算对方是虚仙中期的修为 伸手也不会比他差了半分 仙元甚至比他还要强悍 刚才他就差点喷出了一口鲜血 而对方半点事情都没有 两人同时落下 叶末对自己最后一刀换云欲杀刀 杀了两名虚仙后期 大势满意 他的想法和刚才那个金仙的想法不同 那金仙认为 两人的修为差不多 可是叶末却认为 他完全可以杀了这名金仙修士 此刻在远处围观的修士 都到吸冷气 就连影音和童书 也不敢相信地看着叶末 他们想不到 叶末竟然有和金仙叫板的底气 哪怕将紧猜测出来 叶末可能杀了那个追杀他的金仙 现在依然被叶末逆天地出手震撼住了 叶末之前简单就杀了一名 虚仙圆满的修士不假 可是虚仙再圆满 也是虚仙 和金仙比起来 相差得太大了 这里上摆的修士 没有起来造反 很多修士都已经准备好了 上交部分仙灵草买通出路 固然是因为 封下商会是黑如阵的一霸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 这里有一名金仙修士看守 金仙修士和虚仙修士的差别 不是区区一个等级的事情 就算是再垃圾的金仙 也可以秒杀虚仙 这就是等级差别的事实 平时也听到一些传说 虚仙修士斩杀金仙的事情 可传说毕竟是传说 再说了 就算是有这种虚仙修士 也是虚仙中的顶级高手 或者是借助法宝 或者是借助别的手段 才可以胜出的 而如现在这样 叶末区区一个虚仙中妻 凭借正面的对战中 将一名金仙出妻杀的盗妃 就算是亲眼看见的 依然有些修士 还在惊叹或者不敢相信 叶丹氏前辈原来如此厉害 童书惊叹不已中说了一句 尹英松了口气 同样叹息说道 确实是没有想到 看样子那个金山 说到这里 他想起了之前叶末说的这件事 不用再提了 立即就住口不说 叶末再次缓步上前 伸手摄取了其余两枚戒指 然后再平静地 盯着眼前的这个金仙修士 同时不动声色地 收起了两轮紫色的太阳 天火九阳对神石要求太高 现在周围的寒冰雾气 都被他融化掉了 没有必要再用天火九阳 如果是他一个人 对敌这个金仙修士的话 就算是寒冰雾气再厉害几倍 叶末都不会祭出天火九阳 刚才这个金仙修士 寄出寒冰雾气的时候 将封下商会的 两名虚仙保护住了 对影音三人 却加大了攻击力度 叶末为了护住影音三人 这才寄出了天火九阳 现在影音三人已经退后远了 他没有必要继续浪费神石 给我去死 这金仙修士 感觉自己的金仙身份 被一个虚仙蝼蚁藐视了 更是一声长啸 手中的冰魂枪全力寄出 似乎不将叶末撕成碎片 他心有不甘 冰魂枪虚空次来 带起了滚滚的冰寒白芒 这冰寒雾气 比起刚才铺天盖地而来的 冰寒雾气更为可怕 他在等着叶末寄出天火九阳 他也看出来了 叶末寄出的那两个太阳 对神石的要求很高 只要叶末寄出天火九阳 他的冰魂枪就可以建功 叶末根本就没有半分寄出 天火九阳的想法 他甚至没有寄出八级大鼎 去挡住这滚滚白芒冰寒 此时他不但没有 去挡住这白芒冰寒 反而冲进了这寒芒之中 一刀劈出 对付这种惊鲜修士 叶末更喜欢直接来去 他不大 喜欢用法术和对方缠斗 法术磨磨蹭蹭 杀起来软绵绵的 没有丝毫气势 哪有直接用刀劈的实在 很多的法术看起来浓烟滚滚 声势惊人 其实在叶末看来 那东西对付真正的高手 就和打着大罗说 我很厉害 没有任何区别 真正的厉害 不是靠虚张声势 而是真正的实力 仙缘和神识的魂厚 当然还有法宝 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如果没有魂厚的仙缘和神识支撑 就算是再厉害的法术 也起不了作用 那惊仙修士看见叶末 竟然冲进了自己的滚滚寒冰白芒 心里顿时大喜 眼前这个虚仙修士 确实是厉害 可是经验也太差了点 他冰魂枪带起的这种滚滚冰寒白芒 就算是惊仙修士 进来了也只是被杀的份 区区一个虚仙修士 还敢进入自己的冰寒白芒中 这岂不是找死 轰 子絮和冰魂枪再次撞击在一起 让那惊仙修士震害的是 叶末在他如此冰寒的白芒中 竟然一点事情都没有 他能感受到叶末的仙缘 在他的冰寒白芒中 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出手并不比他弱半分 甚至还要稍强一些 你是炼体修士 神镜 这惊仙修士顿时惊害到 可是叶末却并没有理睬他 子絮劈中冰魂枪后 立即就是竖刀神石刀切了过去 神石功法 这惊仙修士大惊之下 看见子絮竟然没有继续 和他的冰魂枪硬碰硬 只是挡住了冰魂枪的杀势后 再次劈了过来 而他的神石却在此时开始绞痛起来 似乎下一刻 他的神石就会完全消失 惊仙修士立即就明白了 这是神石攻击 一旦神石消失 或者神魂受损 他只能等死 冰魂 给我报 这惊仙修士再也顾不得别的 手中的冰魂枪忽然爆裂开来 无数夺目的白色冰魂枪碎片 带着刺耳的尖笑声音 疯狂了一般的勇往叶末 迅即无比 就算叶末的子絮再可以分裂刀芒 也无法挡住这么多白色的冰魂枪碎片 而这些冰魂枪碎片 不但带着刺耳的尖声 还有一种乌叶的笑叫在其中 就好像被人生生抹杀了一般 叶末毫不犹豫地祭出八级大顶 叶末很清楚 那乌叶的笑叫是枪灵 枪灵被主人强行撕裂 这种愤恨会全部转嫁给 引起主人撕裂他们的对手 砰砰 无数的枪灵碎片 击打在叶末的八级大顶上 叶末感觉到 仙缘一阵阵的虚弱 就算是神魂也有些摇晃 此刻他毫不犹豫地 再次祭出雷剑 数十道雷弧剑落下 还在不停撞击 八级大顶的冰魂枪枪灵碎片 瞬间就被雷弧剑击成飞灰 看见自己的杀手锏 也被叶末轻易粉碎 而且 叶末的手段还层出不穷 八级大顶和雷弧剑 这些东西 之前对方根本就还没有拿出来 谁知道这个虚仙中期的修士 还有多少这种东西 证明金仙修士已经胆寒 他现在连攻击法宝都没了 哪里还敢留下来 转身就要逃走 都已经打成这样了 叶末岂能让对方逃走 子戌再次批出 换云御杀刀 那金仙修士感受到了御杀刀的强烈束缚 他的脸色顿时变得卡白起来 一道极品真气盾牌被寄出 咔嚓一声 这道盾牌 只是挡住了子戌的半息时间 就变成了碎片 扑 刀器劈进血肉的碎响 金仙修士的半边手臂被子戌劈飞 这金仙修士 还没有来得及说句求饶的话 子戌的紫色刀芒 就完全激发出来 这些飞旋的紫色刀芒 瞬间就将这金仙修士湮灭 片刻之后 一枚淡金色的戒指出现在叶末的手中 第一五五灵章 我是仙丹师 叶末收起储物戒指的瞬间 就吞下一枚清灵丹 清灵丹虽然贵重 可是现在 他可不能保留伤势 刚才他杀了那名金仙初七 也受了点小伤 区区一枚二品仙丹 叶末还真的没有看在眼里 见叶末竟然真的杀了一名金仙修士 在这里面的修士都无法淡定起来 有的人甚至有些紧张地寄出法宝 他们怕叶末太贪心 将这里面所有的修士一网打尽 几名还没有被叶末杀掉的 封下商会修士 更是静若寒蝉 一个字都不敢说 甚至不敢站出来 说自己就是封下商会的人 叶丹师 你真的杀了那金仙修士 尹英急不过来 到现在还不敢相信 他惧怕封下商会是不错 可刚才已经彻底得罪了封下商会 如果不杀封下商会的修士 他们就是一个死字 现在封下商会的金仙修士都被杀了 至少他们可以逃出这里 以后只要不回黑卢镇 封下商会就奈何不了他们 叶末对尹英笑道 我说过这些家伙跑不掉 吃进去的也要吐出来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童书也是激动无比 他知道叶末杀了那金仙修士后 他的命也等于保住了 不急 叶末说完 转身看着山丘上的上百修士朗声说道 各位 我是一个仙丹师 我想各位在这里面 肯定得到了很多的仙灵草 出去后 我会在桃物谷的外面开炉炼丹 至于炼丹的报酬 是两份仙灵草一炼丹药 叶末的话还没有说完 这里面的修士就轰动了起来 之前还担心 叶末打劫自己的这些修士 都在盘算着 自己可以炼制几炼丹药了 两份仙灵草一炼丹药 就算是再便宜的仙丹师 也不会开出这种便宜价格来 尽管有些人还在怀疑 不过大部分人 都已经准备让叶末炼丹了 就算是被骗去了 也只是损失两份仙灵草而已 更何况这么多的修士 对方也不可能行骗 否则只要第一个人被骗了 就不可能有第二个人前来炼丹了 叶末正想着大量的仙灵草 提升自己的炼丹水平 此时有这么多的仙灵草给他炼丹 这种机会他岂能放过 既然大家都同意 那我就在陶屋谷外等大家出来 我炼丹的时间只有三天 三天一过我就要离开这里了 机会难得 错过不后 叶末感觉自己 就像地球上那些促销员一般 连说话的语气 都有些促销味道 看见叶末四人率先从静止出口离开 其余的人才反应过来 原来对方真的没有打算 收取什么出口费用 这样说来 这个叶丹师 还真的可能是一个仙丹师 此刻再也没有修士愿意多等 纷纷从静止出口出去 等众人来到光秃秃的桃物谷中间的时候 叶末已经寄出了自己的别墅法宝 同时在法宝的周围布置了阵法 尹兄 你和童书负责收取药材 将锦负责 将药材拿给我 然后将炼制好的丹药送出去 布置完炼丹现场后 叶末立即就开始分工 将近百名修士出来 除了寥寥十几名怀疑叶末的修士 和数名封下商会的人离开之外 大部分的修士都没有离开 显然叶末的条件太过诱惑人了 采集再多的仙灵草 如果没有仙丹师将其变成仙丹 那就等于废物 黑炉镇的修士大部分都会去纯口仙占炼丹 可是纯口仙占的价格太高了点 炼制一炉丹要要付出三到四炉的仙灵草 除了这个外 就算是去纯口仙占的船票价格 也是一大开销 很多修士只能互相凑在一起 让其中一个人代表大家去炼丹 这样一来 自己想要炼制什么丹药 炼制了多少丹药 都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对于修士来说 秘密是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偏偏在炼丹这上面 他们没有任何的主动权 现在叶末低价炼丹 哪里还有人能抵抗得住 就算是那十几个走掉的修士 也是担心叶末黑吃黑 否则如此低廉的价格炼丹 他们愿意走那才是怪事 叶丹师 我们在这里炼丹三天 要是封下商会的人 隐隐有些担心地问了一句 他的想法是 既然已经出来了 那就赶紧走 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长并不好 叶末白手笑着说道 别担心 我已经计算好了 就算是封下商会的人 现在得到消息 马上过来 也需要将近四天的时间 三天后 我们已经离开这里了 没有不要管封下商会 叶末说三天时间 确实是早就计算好的事情 三天时间 封下商会肯定来不及赶到这里 就算是个别的修士 通过特殊手段过来 他也不拒 炼丹的平台都已经搭建好了 可是半上也没有人上来炼丹 显然都想看看 第一个人炼丹后是真是假 然后再做决定 你们不来 我来 一名红衣女修 见众人都没有主动上前 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拿出两份地缘丹的仙灵草送上来 有人首先出头了 别的修士立即都围了上来 他们不适合那女修一般 送出材料让叶末炼丹的 叶末的第一炉丹要会不会骗人 只是短短的半炙箱时间 将近就从别墅里面 送出来了一炉地缘丹 真的好了 这么快 那红衣女修显然想不到这么快 她的丹药就被炼制好了 顿时惊喜地叫了出来 不要说这红衣女修了 就是在一边的影音和童书 都有些吃惊 他们见过叶末炼丹 整整一天的时间 才炼制出来了三瓶丹药 现在半炙箱叶末 就拿出了一瓶地缘丹 他们不奇怪 才是怪事了 他们哪里知道 叶末帮他们炼丹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炼制过仙丹 那是第一次 叶末炼丹的速度 是越到后面越快 现在让她炼制天极九品丹药 她半炙箱可以炼制几炉出来 快打开看看 那红衣女修还没有打开玉瓶 旁边的修士已经等不及了 纷纷要求这红衣女修 快点打开玉瓶 红衣女修哪里还用得着别人来说 早就颤颤巍巍地 将玉瓶中的丹药 倒在了手心 十二枚还带着温度的地缘丹 落在她的手中 丹药的体表 还流转着淡淡的鲜灵韵味 上等的地缘丹 一名虚仙后期的修士 震惊地叫了出来 她的声音 立即让所有的人都听见了 其实根本不用她叫 周围其余的修士 也都看出来了 这红衣女修手里的 正是十二颗地缘丹 还是上等的地缘丹 在黑鲁镇的修士 不是没见过上等的丹药 可是这样一瓶上等的丹药 实在是让人震撼了点 这还是半炙箱 就炼制出来的丹药 其实叶末完全可以 炼制出来特等的地缘丹 不过炼制特等的地缘丹 太好时间了 她现在缺少的就是时间 哪怕她不怕 风下伤会的人 三天后 她也必须离开这里 等她将自己的实力 提升到一定的程度后 她才会继续回到黑鲁镇 我要炼丹 我也要 有了一个例子在前面 后面的修士顿时轰动起来 纷纷拥挤了上来 差点将影音前面的石桌 都挤翻了 你们等等 我最先找叶丹师的 你们能不能排队 那红衣女修此时 已经收起了丹药 再次拿出了十几份仙灵草 你都已经炼好一炉了 给点机会给别人 立即就有人开始反驳 影音已经从震撼中清醒过来 她连忙大声说道 大家静一静 都排队 插队的不给炼丹 这里只有七十多个人 每个人都可以排到 本来 还在拥挤的人群 听到影音说 插队的不允许炼丹 立即就醒悟过来 一旦得罪了影音 那还真的无法炼丹 一时间 众人纷纷到后面排队去了 倒是那个红衣女子 依然排在了最前面 她手里又拿出了十几份材料 有一级丹药 还有二级和三级丹药仙灵草 影兄 当初我们住在一起的兄弟 能不能帮我的忙 先炼制 一名白脸虚仙后期的修士走上来 对影音掐笑着说道 影音脸色一冷 单声说道 我被赶出阵溪的时候 那里已经没有兄弟了 你去排队吧 如果你再说惹怒了阿叔 他不让你炼丹 你连队也不用排了 那修士本来还想再说 可是听到最后一句话 连忙退到了最后 开始排队 请大家先将仙灵草 和要炼制的丹药都交上来 然后在一边等候 我们先从一品仙丹开始炼制 如果你的一品仙丹炼制好了 二品仙丹没有交到 也不用着急 只要稍等就可以了 将近走出了 对着排队的人抱拳说道 这当然是叶末提出来的要求 叶末现在从未炼制过二品仙丹 他提出这个要求 就是为了先熟悉一品仙丹 然后再开始炼制二品仙丹 前面几卢二品仙丹 肯定会报废掉 不过一会收上来的仙灵草多了 就算是报废了几卢丹药 他也可以从别的地方补充起来 此刻除了几个别的修士 将自己的三级仙灵草隐秘起来外 大部分的修士都毫无顾忌地 拿出了自己需要炼制丹药的仙灵草 仙灵草源源不断地 被送进了夜末炼丹的别墅 而一瓶瓶的一瓶仙丹被送出来 一些修士惊喜地发现 他们的丹药甚至开始出现了特等丹药 特等丹药对于黑庐阵的修士来说 还真的没有见到过